Hello 台湾同胞大家好 然后呢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之前在中国大陆自媒体上传的一个 我喜欢台湾的五个理由的这个视频 那今天我想把这个评论区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让大家提前知道一下 我上传这个自媒体呢 它的平均这个网友的这个年龄会比较大一些 这个网友就是你们的这个乡名 这个平均年龄大概在30岁左右吧 一般是80后居多 当然70后90后也有了 好 想让大家知道一下 真正的中国大陆的这些网友 对台湾的真实的一些看法是什么样子的 那我们赶紧开始吧 好的 这个就是我之前上传这次视频 可以看到有2.1万的播放量 虽然不是很高 但是这个评论区还是蛮多人在评论的 给大家少微看一下评论区再说一些什么吧 好的 可以看到第一条评论 他就 因为我视频中提到上海的这个海不是很好看 然后他就骂我 然后我就怼他 对吧 他这么怼我 我只能用这个方式去怼他了 好 大家看一下这个 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个评论就是我没有去过台湾 但我却很喜欢台湾 他觉得不可思议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没有去过欧洲 难道我不能喜欢欧洲吗 我没有去过美国 难道我不能喜欢美国吗 然后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这边都是网友的一些评论 可以看到大部分网友对台湾的这个评价都是比较偏正面的 尤其是这一条台湾更好的继承的中华文化 可能这种评论 在YouTube上面可能看到比较少 当然肯定很多人也不认好他的观点了 当然这个是言论自由 他们可以有他们的这些想法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有66个喜欢 总的来说呢 就是大家对台湾的印象都是不错的 我自己本身也是经常看到台湾的新闻 然后很多同学也是从台湾来大陆上学 然后跟他们多人做朋友 然后学台湾的伙伴还不错 同胞们 怎么样 不知道大家看完这个视频有什么想法 那会不会改变一些大家对中国大陆网民的一些看法 其实大部分的网友都是比较友善的 主要是在YouTube上面经常碰到跟台湾有关的话题 往往下面评论都是在那边开骂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必要的 然后我就想让大家了解一下真实的 中国大陆的声音是什么样子 因为可能有一些人 他没有办法来YouTube 然后我就替他们来去传达一个这个两岸的一个声音吧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一定要给我视频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